就是要告訴大家 如果你今天去上班或上學 晚上想要趕著去跑趴 換上一雙鞋子 就可以讓這件大學T 負責你換一個比較嫵媚的生命 嗨 我是陳彤彤 我今天要來教大家 怎麼用Strelch F的最基本款大學T 跟我們店的衣服做結合 那首先我就是先示範一個 大家比較不敢穿的亮度色來做搭配 那對於如果你今天想要出去 譬如說參加活動 參加婚禮 或是比較時尚一點的晚宴 那你其實只要搭像這一種 有點太公典 有點像老爺褲 其實它的褲型有點像西裝褲 所以它下面有點做AB 那我下面就故意搭最近 就是比較流行的那種襪子靴 那這樣子搭配起來 加上一個誇張的耳環 就可以直接變成這樣的look 再來我換一款白色 白色是最基本的顏色 就是可以搭像這種誇張褲褲的耳環 然後我前面有故意搭起來 然後它短部片短一點點會比較時髦 再來我用藍色加上蕾絲的高領 來幫這件大圈梯變化一個比較華麗的感覺 再來我要用亮片裙做搭配 那這件亮片裙它就看起來很華麗 那如果搭上帽梯的話 就是平常你還是可以把它穿出門 就不一定要喜慶的收藏不穿喔 那如果我們把蕾絲拿掉搭上誇張的耳環 帶一點女生的柔柔的感覺 但是有一點點休閒的風味 所以我就鼓勵搭你們高頭的休閒 再來偷穿男友衣服最高境界 就是搭上那種超級開叉的長裙 那你就會覺得很有女人味 而且有多一點點的性感喔 深麻藍色是在男友衣櫥裡最容易發現的顏色 那這個顏色除了皮膚很顯白以外 另外一個搭法就是故意搭上有一點撞色的絲巾 這樣會讓你看起來就是多一點點的時髦味 每個女生到冬季一定會擁有的基本款式 高領的白遮樣妝 那我們故意跟大學姬做搭配的話 就會覺得婦女這件裙子另外一個生命喔 再來大家覺得最難搭配的劍墨黃 如果跟土黃色這種裙子做搭配的話 它會變得非常的有一塊性的顏色 那女生可以故意把這帽子往前拉 這樣就看起來很立體 而且會整個人看起來很有精神喔 再來我還用草綠色跟鮮黃色做撞色 故意中間配白色的寬裤 所以加起來你不覺得看起來很可愛嗎 我用芋頭紫色來做搭配 那我想要搭出一種粉嫩的感覺 所以我就故意搭這種 就是比較立體的南瓜爆童帽 而且我故意把這邊扎起來 上半身比較短 我會看起來比較修長 再來我們搭休閒一點的感覺 所以呢就故意加一點點濕劑 可以綜合掉過多的藍籽氣味 然後我們來搭一點比較有節慶的感覺吧 我們用暗默綠跟這種暗紅色 而且是格紋的 故意搭在一起 把袖子拉出來就會有喇叭袖的感覺 那這樣子很可愛 這套的搭配概念呢 就是要告訴大家 如果你今天去上班或上學 晚上想要趕著去跑趴 換上一雙鞋子 就可以讓這件大學體 付出另外一個比較嫩媚的生命 再來我們用淺灰色 然後跟這個亮片的大開插曲做搭配 配出一點點就是中性 並且帶一點柔和女生的感覺 來跟大家講解一下這件 Oversize的大學帽T 所以你看它 袖子有做加長的設計 主攻就是男生女生都可以一起做穿搭 那如果你覺得它太長的話 女生可以這樣子做反折 就會比較可愛 抽繩有做加厚 然後加寬的版本設計 所以它比較好抽 而且不會跑上去 那再來就是這裡有做鐵環 所以會多一點質感的感覺 還是帽子很大 就算我裡面戴了一個 抱同抱 它之前戴起來 裡面還有做撲棉的設計 所以對於台灣的天氣來說 你裡面只要穿一些小可愛 或是正常背心 其實就夠了 希望大家喜歡我今天的穿搭 然後你們喜歡哪一套呢 可以跟我說喔